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说是我演艺生涯当中一个关键的节目 2008年我已经很久没有做无线台的节目 而这个百万小学堂当中有很多的小学生 像小西瓜 威力 蓉蓉 达力 叮叮 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小学四年级 他们都是我的贵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他们没有看过我什么节目 在他们印象当中我妈妈看过小燕姐 所以我要跟他们一起做节目 我在想我怎么样可以跟他们一起做节目 而这个节目由大家都可以看 百万小学堂算是一个很成功的节目 而他们就是我的贵人 让我的演艺事业从百万小学堂又开始继续到今天 所以在今天我又有一个新的节目想要有约 我当然要约会他们 尤其很重要哦 今年他们上大学的 考大学的 孩子们都长大了 他们有没有变样呢 小小小的小西瓜 变大西瓜了吗 我们来欢迎他们百万小学堂的同学们 要vre Women 人 инт 小西瓜 生 veterinary 好吃 小西瓜还是小西瓜 好吗 好 好 好 看它我还是不太讲话 其实我在月亮上节目的时候 然後19號我們一起吃了一個飯 其實我很想看看他們 小學堂畢業以後 我們這個紀念冊 就是他們小學畢業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發一本 我那時候就在想 多少年以後他們要考大學了 他們會變樣嗎 待會我們就來看 他們有變樣嗎 小學堂對他們有影響嗎 而且他們這一路走來 怎麼樣度過他們的青春期 來 我讓他們自己 一個先自我介紹一下大力 大力少了一點志氣 現在是個小帥哥喔 哈囉 我是大力 我現在是冯甲大學一年級的學生 然後在 念什麼系 外文 對 然後我還在習慣台中的生活 習慣台中生活 大力其實沒什麼改變 講話還是很溫柔 好 一起跳 葉子 葉子 葉子交牌了咪咪眼 可是一點人都沒變呢 大家好 我是葉子 然後我現在在讀 台灣大學戲劇學系 然後念一年級這樣 戲劇學系喔 加滿會是我的 希望能夠跟你當同事 請坐 請坐 希望她能跟我當同事 她就是個跟我很久的老同事 叮叮 叮叮聰明的模樣 現在就讀建國中學喔 大家好 我是叮叮 現在念建宗三年級 然後剛考完學測 在準備下一階段的面試 對 叮叮是我們當中長最高的對不對 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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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 你今天很小欸 你長高多少公分啊 不知道耶 應該 他就是那個表情 不知道耶 每次你問他 你餓了嗎 沒有耶 請坐 請坐 叮叮 pior 謝謝她考得非常的好 來 蓉蓉 甜美的蓉蓉長大後 更有小淑女的氣質了 大家好 我是蓉蓉 現在念我一個高中高三 然後之後計畫會出國念大學 出國...要出國念大學了 對 蓉蓉是我們 就是小美女對不對 而且跟小西瓜的交情還不錯 請坐 威力 相當有想法的威力 講大又有什麼改變呢 大家好 我是威力 我現在是就讀動物大學 社會學系大鱷的學生 我跟你講 人的個性是不太會拐 以前就會這樣子是不是 招牌動作 招牌動作 是 一定要的 夠帥 其實威力是算我們當中 你們當中年齡最大對不對 最老 對 他是第一個畢業的 對 是不是 好 來 我們待會再講一下 你畢業的情形 好 請坐 來 小西瓜 小西瓜散發著志氣 跟小時候一樣 好可愛喔 大家好 我是小西瓜 今年是嚴平高中的三年級 也是剛考完學測 要準備下一階段的大學申請 對 然後他的目標是要當醫生 好 好 以後麻煩您了 好 其實 百萬其他學堂跟很多人 度過很多日子 這個節目做了四五年 他也得到了金鐘獎的肯定 不過最肯定大家的是 因為很多的人到現在都還會說 選我 選我 我們來一下招牌動作好不好 來 你有哪一位呢 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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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笑 這麼大做這個動作 來 請坐 請坐 那個時候你們在選我選我的時候 是會緊張嗎 因為萬一真的選你 會不會很緊張 還好 還好 大力扭 就用力去扭下去就對了 他就是想人家 千萬要選他 對不對 其實威廉我記得他是最早畢業的 他畢業的那一天 因為是我們第一次有畢業生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在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紀念書 很抱歉 所以抱歉 但這裡頭有你的照片 你就拿一本去好了 好 我記得那天 你哭了對不對 那一天我第一句話都還沒講出口 然後我就已經眼淚就掉下來了 威力是一個這麼可愛這樣子 然後我就回頭講 今天我們有人要畢業了 然後我們讓他 為什麼哭在這裡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那時候很不捨 因為也是在小學堂待了一年多 那其實來到這裡就是 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這樣 然後突然要跟大家分離就是 我自己也是一個太感性的人了 是嗎 真的是憋不住這樣 那現在我們講的秘密好了 那個時候你跟誰最好 那時候我跟誰最好 你沒有跟任何人都好 你哭什麼啦 跟大力和小西瓜這種戰友 分開來難免會... 你們三個人算不錯對不對 小西瓜 就是一開始 我們三個就在這個節目裡面了 對 最早進來 最早進來 妳是四年級 我是五年級 我是四年級 妳是四年級 妳呢 五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對 而且我記得 我的記者會的時候 小西瓜就在了對不對 對啊 因為那次剛好是 要我們學校的學生 然後幫小燕老師辦一個歡迎會 然後我就剛好在裡面 然後我一看 這個學生看起來 好像姑姑很好的樣子 其實我錄影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那些小朋友 我不知道他們怕不怕我 其實我心裡還滿怕他們的 不是說怕 而是說要怎樣跟你們保持一個 你們可以很自由地講話 然後不會怕我 因為我覺得我 我是一個 就是一個年紀很大的人 可能跟你奶奶什麼差不多 比你媽還大對不對 沒有...沒有到這麼大 沒有嗎 沒有這麼大 你好會講話 沒有 你們沒有怕我嗎 沒有 不會啊 不會嗎 不會啊 因為小燕老師妳很親切 就也不會有感覺好像 有很有距離感之類的 我有很親切嗎 對啊 沒有 我其實一直覺得 很重要的這個節目裡頭 因為製作這個節目的 學生們還有寶兒姐 他們其實對這個節目 有很多的想法 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小學生的題目 然後來賓來打 那來賓來打 完全打不出來也很糟糕 但是如果都打出來 這個節目也不好看 但最重要的小學生的題目 他們真的打不出來 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做完節目以後 三個月以後 我在想 如果這個節目成功了 大家就會說 好難喔 好好玩喔 選我選我選我 如果不成功的話 大家就會說 怎麼找一個這麼老的主持人 來主持小學堂呢 我想那就是一個失敗的 結果還好 真的很多人來看我們節目 我覺得小學堂是一個 在我的人生主持當中 我有很多的回憶 我不知道你們的回憶是什麼 比如說你們第一次 看到很多大明星對不對 妳的印象 蓉蓉那一集是誰 妳的印象最深刻是哪一集 最深刻是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就答錯了 就是那時候是幫 陶大維叔叔還有孫月叔叔 搭題 然後就還滿可惜的這樣子 對 陶大維叔叔 孫叔叔那一集 講得我要掉眼淚 那一集他們兩個好可愛對不對 對 他們兩個人 也不知道是真的不會 還是假的不會 我想應該是真的不會 然後他們就選了蓉蓉 因為覺得蓉蓉看起來很可愛 就答錯了 對啊 那時候我就開始哭 然後可是陶大維叔叔 就抓著我的手 安慰我這樣子 對 對 他們覺得好對不起你 我比較對不起他們 好 我還記得丁丁 是我們所有來賓當中 最幸運的 因為我記得很可愛 然後張蓉蓉對不對 對 後來 然後她就說 我也要選 他 下帥哥 然後丁丁就上去了 然後他親他一下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叫起來 叫出來 當下傻眼了 葉子呢 就是很羨慕 喂 妳 我真的快受不了 就在想為什麼對不對 對啊 對 丁丁 你那個時候感覺是什麼 就是被請下去那一刻 就是一片空白 就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好幸運 對不對 葉子呢 你的印象最深刻是誰 我記得那個時候有請蕭敬騰上節目 蕭敬騰 對 然後那個時候他有把我抱起來 我覺得 他怎麼抱得動你啊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他就是把我整個舉起來 哪裡呢 就第一個臨員好像就是我害的 第一個臨員就是你害的 對 就是那時候是哈孝遠 哈孝遠 對 他來 然後就他一定要用我的答案 可是那時候好像就感覺 大家都怪怪的 現場的人都怪怪的 然後就看工作人員 他們也就很驚訝的表情看著我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不太妙 你也不知道你答錯了 我就開始覺得怪怪的 有點緊張 然後結果一出來是失敗的那個畫面 我就 那你今天那一題是什麼 哪一題嗎 是跟客家人有關的 對... 還有一個人 我記得說台灣有多大是誰答錯 台灣有多大是誰 對不起 我錯了 台灣有多大你會答錯 你把誰害了 正原唱 你害到他 很多影迷會不高興嗎 那個時候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那個時候他剛剛 剛剛偶像劇拍完 然後就有很多那種少女的粉絲 特地殺來就是攝影棚現場 然後就為了要看他 然後一出來答案是錯的時候 那個少女是 我一看到觀眾其實就是 然後那板子都快要 好像我本來給吃了 然後後來下台之後 我就抱頭痛哭這樣 你又哭了 有... 那次又哭了 那次哭最慘的 真的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他們好像是備好題目的 所以他們呢 所以很多來賓來說 我選他們題目一定對 但沒有想到他們就答錯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很真實 小西瓜妳有答錯過嗎 有 而且我第一集就答錯了 第一集就答錯了 還好第一集答錯人家就會忘記 第一集是答誰 是那個補學量的題目 補學量沒關係 對 我記得好像是問答題 然後就問說馬告是哪一個 原住民族常用的香料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大概就 腦袋一片空白 但是又不能空白著一個答案 所以我就隨便寫 補香大哥就開始搖頭 我太不喜歡了 小燕老師出高圖 為你出國爭光 奪金牌 他不只是學生喔 他現在還是教練對不對 對 就是去美國比賽 然後我們拿了一個 國際主冠軍啦 對... 這是國際主冠軍 對 蔡英文還是要秀一下 第一集是答誰 是補學量的題目 補學量沒關係 對 我記得好像是問答題 然後就問說馬告是哪一個 原住民族常用的香料 對啊 然後我那時候大概就 腦袋一片空白 但是又不能空白著一個答案 所以我就隨便寫排文族 然後結果我看到那個答案 也先出來 然後 補學量大哥就開始搖頭 我太不喜歡 他就說小西瓜 你看起來功課很好的樣子 對 其實小西瓜 就是看起來功課很好的樣子 你們當中是不是 我記得每次都會這樣寫題目 我記得每一次 小西瓜都寫得很快 丁丁也寫得很快 葉子思考的時間比較多一點 不知道 我坐前面看不到後面 後面對不對 蓉蓉呢 數學題會寫比較久吧 對 數學題 威力呢 我應該是最久的吧 我有時候還想不太出來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精采的節目片段 那麼大力非常非常喜歡籃球 所以當他第一次看到 哈孝遠的時候 還又緊張又興奮 那也造成哈孝遠 成了我們第一個 還是要等到我們節目最後 你再來看看 現在可以抱嗎 你有點不好 就是讓他抱對不對 那你抱他好了 我抱他 你嚇死一下好不好 你真的要抱他 好可憐 妳要救一救榮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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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拿了一個零蛋 你知道嗎 我都沒有講什麼 我只是回去很難 我沒有吃話 我只是沒有東西 OK 換鏡頭 吃到西瓜 現年89歲 十二號是吃西瓜不吐西瓜籽 我們本來就是瓜姐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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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 下年級才剛教 真的是新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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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燕老師幫我製造了 很多梗 然後啊 我也要謝謝 威力 我覺得妳真的 我告訴妳 我在演藝界這麼久 都沒有一個 演藝圈的人說我幫他製造 都會那麼耿 尤其像哈林 我做了八年 她從來沒有感謝過我 我覺得妳是我的基辛 其實看到這些畫面真的 那真是一個美好的日 對不對 那些畫都是妳真心的話嗎 當然 小燕老師 妳也是我的基辛人 是 而且我真的覺得 那個時候威力 他這麼小 為什麼會走出來要這樣子 為什麼 一個個人的特色吧 我也忘記我第一次 是為什麼會這樣子比的 就是後來每一次 我都習慣這樣子比 因為大家會特別 專注在我身上這樣 那三年好適合演藝工作 對 其實各位 這個 我要講一下他們的近況 其實做百萬小學堂 他們也算是 在某一個階段 在他們小學的時候 成了公眾人物 那通常 我覺得在學校當公眾人物 那天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 你們有沒有被霸凌啊 他們說 好像沒有 我說那你們有沒有去霸凌別人 他們說我們應該不會 其實 你們就變成公眾人物 你覺得 好 很多人覺得童星 我們問十個童星 九個童星都會說 他的童星的時代是很痛苦的 但是我 因為我也是童星開始 但是我的童星時代 我沒有覺得那麼痛苦 但是我的青春期覺得有點痛苦 就是在國中或高中的時候 百味小學堂 給你們有帶來負面的 或者是壓力嗎 就 大家會比較注意你在一開始的時候 可是你們熟了以後就 變得還是很好朋友這樣 對 然後只是會拿這件事來調侃你 就是會笑你一下說 選我…之類的 就是嗎 對 你覺得呢 就是在小學堂 然後剛進國中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你在小學堂 每次題目都答對 那你應該要在學校 也表現很好 會有壓力 但是也會變成 督促自己一樣好好念書 不然很丟臉 你長得就是好好督促的樣子 沒辦法 丁丁呢 因為丁丁是個很害羞的 我記得你不是來參加面試的 你是來看錄影對不對 對 就是那個時候 就被挖取了對不對 就是一開始在旁邊看錄影 然後就 那個時候就 工作人員來問我說 你的聲音為什麼這麼低調 自然而然就這麼低調 好 然後就來參加 就是先試鏡 然後就好像也滿OK的 然後就來了這樣 你有影響嗎 你後來到了建宗啊 念書 就是跟大力差不多 就是一開始大家就覺得 原來你也是百萬小... 就是原來你是百萬小學檔 就會覺得 我以前只會在電視上看過 你終於現在就在我面前的 這種感覺 可是後來熟了就 還好就 沒什麼界限吧 可是就是也是有時候 會被拿出來開玩笑的 開玩笑對不對 威力呢 誰怕誰啊 其實我覺得就以前經驗 給我非常大的幫助 就比如像我朋友介紹 把我介紹給新朋友的時候 你知道他是誰嗎 威力 以前百萬小學檔的 然後大家就 對啊 以前是童星 現在是 過氣童星 對你交女朋友有幫助嗎 一點幫助都沒有 真的 榮榮呢 就是一開始 後來有同學跟我說 一開始跟我同班 然後就覺得說 他怎麼要跟他同班 他在電視上 聲音那麼嗲 感覺很假這樣子 可是後來之後 也是變成很好的朋友 然後也時常翻我的影片 調侃我 學我這樣子 對 他其實 因為房主名來上我節目 我剛剛看他很可愛 然後我就講 就找他去拍MV了對不對 你要出國念書 對 會出國念書 這個當中你們有聯絡了 小西瓜跟榮榮有聯絡對不對 有 大力沒有打電話給小西瓜過嗎 沒有... 葉子沒有打電話給榮榮過嗎 沒有 丁丁沒有聯絡小西瓜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有時候在網路上 如果剛好看到 在線會聊一下 但是就 會聊一下嗎 比較不會刻意的 打電話之類的 所以爸媽也管不知道 他們在網路上聊 好 威力呢 我之前是跟 就是大力有在聊一些 就是跟音樂方面 因為我知道他有在玩社團 玩樂團 然後就是會 大力最近玩樂團怎麼樣 然後我追蹤到你的動態 最近叫女朋友 還不錯可愛這樣 我也好想要有一個 你怎麼這樣害人家呢 沒有 我是關心大力這樣 這裡頭各位 請你們注意看一下威力 他不只是學生喔 他現在還是教練對不對 對 來 介紹一下 你現在在哪裡做教練 我現在在台北市立 就是中正高中 然後帶樂儀隊 然後我本身也有在教流行音樂 就是在教爵士鼓這樣 樂儀隊是什麼 就是這樣 樂儀隊就是我們 對 背個鼓 然後邊走邊打 那你是教什麼 我是就是教那個 當教練 教打擊的 就是打鼓的 就叫咚咚咚咚咚 對... 就是背著那個鼓這樣 對... 其實叮叮在建中也是什麼 樂... 樂棋隊 樂棋隊 樂棋隊跟樂儀隊 又不太一樣對不對 類似的 只是就是說他們是就是棋 他們拿棋子 那我們就是拿刀拿槍 你們是拿那個棋 要甩來甩去對不對 就是 還出國比賽的對不對 我有出國比賽 你有出國比賽 我有出國比賽 我一定要秀一下這樣 我是2013年 然後那一年我剛好 就是去美國比賽 然後我們拿了一個 這一定要拿出來秀一下 是不是 不是應該要有點那個掌聲嗎 對 然後那一年我們去美國比賽 然後拿了一個國際組冠軍 國際組冠軍啊 對... 這是國際組冠軍 對 蔡英文還是要秀一下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對不對 對 很棒很棒 來 掌聲鼓勵一下 其實我們在 在高中的時候 也參加了一個什麼 青少 來 世界領袖營這樣子 世界領袖營 對 對 那都要講英文嗎 對 然後就由 來自各國的代表 像是土耳其啊 韓國 墨西哥都有這樣子 然後我代表的 他們都是選漂亮的去參加嗎 沒有啦 所以要怎麼樣報名參加 那時候在台灣 先有一個營隊這樣子 然後去了之後 會看你的表現什麼的 然後看能不能代表台灣出去 好棒喔 丁丁是參加樂器對不對 對 也出過比賽對不對 對 就是去美國還有馬來西亞 真的嗎 有得獎嗎 有 就是在 排 沒有 在排隊 沒有 在排隊 所以你呢 你參加了什麼 拔麥社 還沒有機會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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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事 我在高一的時候是 參加的是編輯校刊的 然後到高二的時候去打排球 打排球 對啊 我是到國三才開始 慢慢喜歡上排球 對 因為以前會覺得打排球瘦很痛 然後就不想虐待自己 然後到國三 因為有班一起比賽 然後全班大家一起比賽 然後覺得團隊合作 然後因為是打三顆球以內 要過網 就覺得這樣合作的感覺 還滿不錯 跟大家一起比賽 她說得頭頭是道 來 大力各位介紹一下 她現在組了一個band 她是主唱 OK 這個 這是你們的照片對不對 對 這是我國中時候 這是國中就組band 對 你其他同學看起來都很酷的樣子 一定要這樣拍照嗎 是不是 就是這樣才能放給大家看 你就是主唱喔 對 為什麼 對不起 我不能講為什麼 是你自己組的嗎 沒有 是我被找進去的 對 他們要表演 然後我就 你被找進去喔 對 我就 一開始也沒有到很好聽 就還行這樣 然後他們就說 你要不要來跟我們一起表演 我說好啊 我就去試試看 然後就越玩越開心 對 所以從國中一直到大學都有嗎 對 高中也有 可是高中就比較少一點 就還是有自己在練唱 聽說你高中 高一的時候 唸書唸得有點爛喔 有一點 有一點就比較愛玩 只有你有點爛喔 是不是 對 你高一是怎麼回事 就是唱歌唱的對不對 沒有 就同學都很喜歡打球 我們下課就直接跑到球場 打完球之後 上課回來之後 因為都滿身大汗了 要先冷卻之後才能上課 可是冷卻完之後 就差不多要下課 這是我聽到 念不下書的最好理由 你們用幾個字來形容我一下 好不好 可愛 戲劇戲的 不再想 不再想 他想到我可能想到 媽 所有的字眼都沒有 冷卻完之後就差不多要下課 這是我聽到 念不下書的最好理由 你有聽說打完球要冷卻嗎 OK 冷卻完了就下課了 好 好 那你大什麼時候就不需要冷卻 你還是考上大學了 就 高中 高二之後老師比較嚴格 對 他就覺得 所以還是要老師比較嚴格 對 他覺得我這樣不行 所以就希望我至少把 一個 對不起 好 至少把一科唸好 對 然後我就把英文唸得比較好一點 你媽媽跟爸那個時候有煩惱嗎 他們就 也覺得要 就他們蠻相信老師的 對 老師就把我救起來了 對 啊 YES 你的功課怎麼樣 能考上台大戲劇系應該 還OK啦 有在顧一下 有在顧一下 但是你那個時候是想念 戲劇系嗎 就是想念戲劇系 算是吧 因為我加了社團之後 就是社團都在拍片 或者是演舞台劇這樣 然後越玩越有興趣 然後後來就想說 那如果大學能夠念一個 這樣的戲應該不錯 我能不能告訴 所有的觀眾 其實他長得很像 瞿佑玲導演 你知道 我們拿一個瞿佑玲 對 所以 家瑋如果你當導演的時候 我會把他的照片 給你放在一起 丁丁 你的功課一直很好嗎 也 怎麼講呢 你有叛逆期嗎 我媽滿厲害的 都把我壓得死死 所以 等一下 她說什麼 你媽滿厲害的 對 都把你壓得死死的 就是 叛逆不起來 真的嗎 對 我第一次聽到 這個媽媽可以壓過 你們爸媽都這麼厲害嗎 你們都沒有叛逆期嗎 威力有沒有 我覺得我爸媽都放生我 就是高中那一段時期 基本上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都在 都在外面 就是 外面 幹嘛 就 慌慌這樣 沒事就慌慌 有事就處理事情這樣 對 你都在處理事情 大哥 威力大哥 你在幹什麼 就是玩啦 打球打球 對 沒有在喬事情這樣 我還是很乖的 可是大學還是考上嘛 對不對 很慶幸就是 有大學要收留我 對 而且 你還是做了教練 其實 你當然 課外活動 是你最喜歡的就是 對不對 不務正義 不務正義 你有沒有想到 你將來要幹嘛 我將來嗎 我還是想要就是 滿想往音樂圈發展 就是音樂這方面 因為音樂也是我 等一下 樂儀隊 則是敲鼓喔 你可以做Blue Man喔 你想要是做什麼樣的演藝群 我想要就是從事 比如像 像我現在在做就是 爵士鼓可能教學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我 從小到大就非常喜歡 跟人互動 那不管那個人是年紀比我大的 或者是比我小的 我會覺得跟他們互動起來 我非常快樂這樣 他說他很喜歡跟人互動 戲劇其實也是要跟人互動對不對 但是戲劇是比較怪的 就是很喜歡 一自我的互動 有沒有道理 少是 我們怪人比較多 我們會接納各式各樣的怪人來 對 戲劇戲的人都怪怪的 但是你是不一樣 你很喜歡跟人要互動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交打鼓對不對 對 另外是做政治人物 老亂社會吧 我們沒有這麼說 對 因為都是跟人互動 其實跟人互動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大力應該比較難吧 不會 結果私底下 跟同學都滿好的 自己畫比較多 看到大家會比較害羞 等一下 私底下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我們不在了之後 你們他會這樣嗎 會啊 其實還滿開放的 真的嗎 他會一直嗆威力 我跟他就算比較好 對 所以就比較敢嗆就是 好 我現在想要 你們用幾個字來形容我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先講先贏 來 慈祥 慈祥 我覺得越聽越老 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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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一下 你在想一下 不是啊 蛤 被講完了 什麼 憋子 可愛 戲劇系的 活潑 活潑 最後一個最倒楣 我現在好混亂 我覺得 他想到我 可能想到媽 所有的字眼都沒有 他剛剛講說他媽媽 其實我一直覺得 做你們的父母 其實當時 讓你們來百萬小缺堂 其實是一個 又危險又好玩的事情 對不對 因為小孩子變成公眾人物 也不知道小缺堂 會影響你們怎麼樣 然後也不知道 你們到了國中以後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有不一樣 今天我們找到一位家長來 就是 他怕你媽媽嗎 不知道 我等一下來問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 唯一的請到的家長 可惜沒有把 弟弟的媽媽找來 你看 好 弟弟的爸爸來了 來 來 丁醫生 歡迎 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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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帥 爸爸一定帥 請坐 謝謝 丁醫師婦產科醫生對不對 對 那個時候我說對不起 我已經不會再麻煩你 他還笑 因為爸爸剛剛丁丁說 這個 他都沒有什麼叛逆期 因為被你太太 就是他媽媽對不對 吃得濕濕的 對 因為從小就是我當好人 我當白臉 他媽媽當黑臉 好可憐 但是他從小其實都蠻乖的 其實大部分我們都是 其實我們在家 還是說你做醫生的 根本不太知道 也可能我們行蹤飄浮不定 對 要去接生 對 常常有時候 以前有時候 是早晨吃到一半 我就把他丟著跑去接生 其實 你說說他蠻乖的 你有兩個兒子對不對 一個是沒有來小學堂的 對 丁哥哥 一個是丁丁 你覺得來小學堂 跟沒有來小學堂 有差別嗎 這個是小學堂 他剛剛提供他一個成長 非常好的體驗 真的嗎 對 我就想給你來講這句話 他認識很多朋友 也讓他自己本身其實 對他的表達 會顯得比較落落大方 他以前本來就是比較 內向比較害羞 經過這樣的歷練 有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一點 還是很害羞 有害羞 其實那個時候 你有看過我們節目嗎 有 我每個禮拜都帶他來錄影 對 對 我還上去答題過 對 對 其實每個禮拜 我們有很多的家長都來 這個媽媽們或者來拍照 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 好像假日 爸媽就去的 我們在這邊錄影 媽媽跟媽媽就聊天 對 我一直很想知道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就是你們畢業了以後 我其實在沒有做小學堂的時候 我在看你們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就是有一點點擔心 我覺得這些孩子 因為了小學堂 可能落落大方 可能會 但我不曉得 會不會影響到他們念書 或者從小學 小學都認識你 到了國中 又到了一個新的環境 會不會被同學 你知道 有些同學就很喜歡 因為你到了 你小西瓜 因為這或多或少 還是有些明星的光環 所以以前像丁丁她以前 我記得她剛國中 就是剛從小學上畢業 她很討厭人家叫她丁丁 你為什麼叫我丁丁 其實丁丁不代表她整個人 對 但後來她慢慢能夠接受了 總歸的來講 你們覺得當時去 我們去徵學你們 然後你們來面試 這件事情是OK的 還是說 等到你們老了的時候寫說 我好 我真後悔當時去參加 派我小學堂 來 這邊都說得很好 來 對不對 這邊都說得很好 我都忘記自己寫什麼了 好 我要不要提醒你 我們私下交流就好 我一直無法忘掉 你們寫得都很好 現在老師再見 對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你們小都會忘記 對 榮榮說 希望我們以後能夠 繼續保持臉 對不對 其實你們在想 有沒有後悔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 答錯題的時候也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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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個禮拜 你們可以看到很多的來賓 是不是覺得也很好玩 我記得你有看到吳其龍對不對 對 那時候還有跟他唱了一首歌 對 丁丁還有跟李聖傑唱歌對不對 對 丁丁喜歡李聖傑的歌 然後我說 我的媽耶 你怎麼會喜歡李聖傑 結果後來真的長得長得有點像李聖傑 也是高高瘦瘦的 現在還唱李聖傑的歌嗎 偶爾還是會聽 對啊 真的嗎 以前李聖傑是他從小的偶像 後來 後來李聖傑還要演唱會 我們還有去 對 真的 你是個很多情的人 有沒有 沒有嗎 沒有 真的沒有 喜歡李聖傑的歌 應該是很多情 爸爸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當初為什麼會喜歡 特別喜歡李聖傑 為什麼 記得一開始是同學我在聽 然後就跟我說 李聖傑的歌滿好聽的 然後我就聽 女同學在聽嗎 對啊 女同學在聽嗎 沒有 男同學 不要緊張 來 女同學在聽嗎 沒有 好 那說到唱歌其實 大力 你是主唱 你都 你都 我從來沒有覺得 你有喜歡誰的歌 有 就小時候比較不懂事 就覺得只是明星而已 可是現在回想起來 就覺得 我好像看過很厲害 很多很厲害的人 對 小景彤什麼都很厲害 對不對 自己唱完了以後就知道了 對 很厲害 走音很容易 有一點 其實今天只是 鼎鼎爸爸 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是感觸很多 對 我也是感觸很多 我們就是一起見證他們的成長 對 而且最重要的一點 其實 孩子們是從小學到大學 這一段是 這六年是一個非常重要 對 她人生最大的關鍵 關鍵對不對 對 那 我很高興你們平安度過 真的 我自己 在那六年 我也很慶幸我 很平安度過 但是我覺得我是有點痛苦 因為 我是童星 然後到了一個學校以後 又變得很醜 然後 不能說被排斥 但有一點點 這大家都認為 你到底會不會唸書 因為你們就是會唸書 但是我那個時候 但是我就是要去 告訴人家 我也可以唸書 但是我還是要演戲 你知道 要去證明自己 但是你知道 在叛逆的時間 那個時候是 要怎麼樣去說服自己 不要用傻的方式來證明自己 要用對的方式來證明自己 其實是很難 我好高興你們都平安長大 其實 你說你媽媽管你 你覺得不 你是自己會管你自己 對 其實她自己 本身也可以比較自自 不過去走到外的同學 對 媽媽只是給你一個理由 我媽很厭 我就算 我不要去跟她爭辯 但是你知道 這都是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 掌握了你們自己的人生 很重要 不管將來要做什麼 告訴我們 你將來想做什麼 我 我還在迷惘當中 好 迷惘當中 我想要成為一個編劇 應該會往就是金融或者是 金融 目前是這樣 不知道我以後會怎麼樣 對 學商 他想學商 對 沒有想當醫生 對 很多人都覺得 醫生的兒子好像都是當醫生 還好 醫生很苦 對 我覺得 去做銀行家好了 榮榮呢 跟丁丁一樣也是要念香這樣子 要念香 沒有想要結婚 對不起 晚一點吧 晚一點嗎 去念完大學再考慮 念完大學 現在女孩子都三歲才結婚 我的媽耶 威力呢 生八個小孩 沒有... 這個太少了 我想要繼續就是 繼續發展就是 音樂教育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讓我目前最有成就感 好 一直很想為你鼓掌怎麼辦 也沒有這麼偉大 做我喜歡的 選我所愛 愛我所尋的 小西瓜呢 應該會想當醫生吧 好 大大跟徐爸爸多請教一下 好啊 對 小西瓜很優秀 從小我們就看她 就覺得好聰明的小孩 好聰明的小孩 而且又聰明又自製 而且也很活潑對不對 對... 而且 一連就是很會念書的 而且我還記得 她會聽一些鳳飛 她會知道一些鳳飛飛的歌曲 我說小西瓜 妳為什麼知道鳳飛飛的歌曲 她說 因為我媽在聽 是不是 對啊 因為從小爸爸媽媽 都會放一些名歌 然後所以就聽習慣 然後小時候會以為 大家都是聽這些歌 然後到小學啊 國中才發現 原來大家都不是聽這些歌 然後就會被威力叫我 是瓜阿嬤 對 其實 你知道百萬小學人 真的是在我人生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認識了很多的小朋友 認識了很多的家長 是跟我們演藝不一樣的 但是看這些孩子 六年以後 我們再聚在這裡 真的很開心 對 很感慨 對啊 不是很感慨 很感動 很開心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們 你第一次看到他們 對... 我覺得說大家真的都變了好多 變了好多 都長大了 時間真的很快 再過幾年 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他們可能都帶了另外一半來了 如果在街上 你們帶另外一半 要叫我 不然我就過去拍你們 我是不會放過你們的 OK 而且帶不一樣的 我會認不出來 好 今天非常高興 謝謝 今天非常高興 謝謝你們 下課了 來來來 站起來幫一下朋友 來 請 好 來來來來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說 2008年的時候 我接了一個節目 叫做百萬小學堂 很多人說 這不過是你許多節目當中的其中一個吧 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節目 也是我人生當中一個關鍵的節目 因為這個節目 我認識了這麼多的小學生 而這些小學生是我的貴人 因為他們給了我無比的信心 讓我又重回了電視界 而又有勇氣再繼續地走下去 這些小學生在我的眼裡 他們可能從來沒有看過我的節目 但是他卻可以跟我一起做節目 他們跟我搭配的 就像黃子嬌一樣 他們很聰明 很可愛 很純真 他們就像很多的小朋友一樣 但是他們是在電視上的 小西瓜 威力大力 很多人都記得他們的選我選我 而很多人都說 這些小學生 有沒有因為參加百萬小學堂 而改變了他的人生呢 也是我做節目的時候最擔心的 經過這麼多年 今年是他們要考大學 有的已經進大學了 所以在錄製這個節目前 我們一起去餐廳吃了一頓飯 在走進餐廳前 我很緊張 我很怕他們有沒有變樣 他們是長高呢 長胖了呢 還是變了 其實他們真的沒有變 真的一樣可愛 威力還是那麼跳皮 小西瓜還是那麼用功 大力還是那麼害羞 葉子還是那麼怪怪的 柔柔還是美少女 時間過得真快 百萬小學堂這些小學生 送給了我一個大禮物 因為他們告訴我 在小學堂的這些日子裡面 他們有了一個獨特的童年時光 這個時間讓他們打開了眼界 學會了面對困難 而且學會了控制情緒 讓他們在學校的路上 很好走也很敢上台 謝謝你們給我的禮物 謝謝你們給我的信心 也謝謝你給我 這麼快樂的一段 百萬小學堂的時間 我覺得我們做節目是有責任的 看著他們長大 看著他們將來也許要結婚 時間過得真快 孩子們 你們要好好地長大 你們要好好地走向你們的人生 小燕老師 替你們加油喔